Good morning everyone 其實很多朋友在前幾支vlog都有發現說 我家好像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故事有點長 所以我之後已經準備了另外一個vlog跟大家講 但總之呢沒錯就是雖然長得很像 但是這個不是我本來的那一間unit 過來這一間之後我其實花了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才慢慢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啊歸位啊等等 然後我也趁這個機會大概丟了 我算一下應該有三分之一的東西吧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一起做一個小小的斷捨離 我剛說我丟了三分之一的東西嘛 那大家可能沒辦法量化說三分之一的東西 到底對我的家裡環境有多大的變化 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家裡好了 我覺得空曠很多 然後這邊是我等一下要整理的包包 然後這邊是一些衣服 然後房間的話這邊也是要整理的 我自己是覺得有少很多東西啦 那你們可能要等到我真的收拾完畢之後才能夠感受到那個 其實我已經清了蠻多出來 但是還是有一些衣服是 我知道我去穿它的機會很小 但是我就是還在糾結到就要把它斷掉 那我今天要使用的是一個叫做Vestiaire Collective的一個平台 如果你平常有在follow一些奢侈品啊 或是它的二手市場的話 你應該都會有聽過Vestiaire Collective 它是一個國際的時裝買賣平台 然後它的business是遍布全球50多個國家 再來它的操作是相對簡單方便的 甚至可以上門收貨 另外賣完包包入帳的錢也會直接進到你的銀行戶口 所以相較來說是比較直接然後安全的 那我現在就準備快速的過濾一下我的包包們 然後看看有幾個是我可以就是放上網賣的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我的斷舌驢 可能你會看到網路上面很多人說 買這些奢侈品其實就跟買Skin Care一樣 你要交很多的學費 然後才能慢慢的就是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適合什麼 那我覺得我在過去這個大概一年半左右 是正在經歷這樣子的階段 所以我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標準 首先第一個是Does this spark joy? 你在看待你的包包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哇 你每一次用它 每次看到它 都跟你買它的時候 一樣的興奮 一樣的開心 因為當你每天出門有很多選擇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一個包包 會不會讓你有想要拿它的衝動 這個就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Do I use it? 這個就包含它的實用性 跟我現在工作或平常出門需要帶的東西的多寡 主要是個人的使用習慣 我覺得是影響會很大的 最後一個我覺得最難去定義 然後去決定的 就是 Does it fit my style? 每個人穿衣服的風格 可能會根據你的年齡 你的職業 或者是平常的lifestyle 可能會有所轉變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他是真的 每一種包他都可以駕馭 或有不同的場合可以用 那像我的話 可能真的是比較偏休閒 比較沒有那種就是 太正式或太嚴肅的場合或環境 給我去運用這些包包 再來我覺得我這一年 學到的很大的一點就是 不要害怕 Let go 一個包包如果不是collection piece 然後你平常不會用他的話 其實真的他坐在那邊就很可惜 我覺得失去了包包存在的意義 老實說做斷捨離真的不容易 因為每個包包我在買的時候 身上都散發著幸福的光輝 然後我現在要let go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 就有點像 就是我背叛了他們這種感覺 但是我相信你們是可以找到 更好的未來的好嗎? 意外的收穫我展到了 4塊錢 Celine包 這個包在我搬家的時候有點小便型了 這個包還是挺好用的 我自己留著 留! 再來是這個stock的beam bag 真的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包 但是我只用過一次 我發現我好像沒有到很適合背腋下包 因為我很爛 這個 藜 再來這個也是我愛的三合一 這個一定是留的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小眾品牌 叫做RSVP 他的容量是真的不大 個人還蠻喜歡他的 留! 再來 Ethne Studio 這個包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我之前也找他找了非常的久 因為真的到處都缺貨 後來我是在專賣店裡面 他跟我說這是最後一顆 所以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到現在還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包 但是怎麼說呢? 我用他的機會真的是比我想像中還要少很多 所以這個我要忍痛的把它 離! 這個也是很多人在問的 Joy Grayson的白色包包 這個我一定是留的 我非常喜歡這個包 Puzzle還需要說嗎? 它是我最愛的包 沒有質疑 不用說一定是留 Famance的包包 它是一個香港的小眾設計品牌 它的質量跟設計都蠻好的 這個我也留 再來有兩個一定留的 就是一個是Pauline 另一個是Chanel 這兩個真的是近期使用率 大爆表的包包 再來這個是 就是我很喜歡的這個 Square Loevee的橙欄 也是一定要留的 這個也是無條件要留下來的 灰色Chanel Nighting Bag 最後一個呢 是我打算要賣的就是這個Belt Bag 那我在我之前的精品包包裡面 有分享過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熟女 然後我是出去見客戶的時候可以帶的包 但是我發現我使用它的機率 比我想像中少很多 以及我會比較傾向去使用其他有類似功能性的包包 所以雖然我看著它 我覺得它還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還是 就是 I love it 我也想要幫它找到一個主人 可以真的好好的使用它 現在經過一番絲殺之後 我們有了三個Final List 第一個就是我的Belt Bag Acne Studio的這個棕色的包包 最後一個是Stuck的Bin Bag 我現在要準備幫包包拍照 然後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場景 我想要有一個好的Lighting 然後乾淨的背景 就是可以拍清楚一點的照片 我剛剛拍完照 那我現在要準備把它放上我的Vestiaire Collective的帳號裡面 大家可能會好奇說他們怎麼跟賣家合作的 實際上的Seller's Fee 可能會根據你賣的東西 它的金額大小有可能有所調整 大部分來說是15% 這個可能相較於Carousel是稍微高一點 但換個角度想 他們是一個國際的平台 所以你能夠接觸到的Potential Buyer 是範圍比較廣 然後其他就像是我剛剛講的 它可以到府收件 然後它的那個付款的方式是比較清楚 然後安全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已經先登入了 然後 Sell Women's Wear Bags Handbag Type in Celine Bilt Bage 我剛剛把三個包包都List完了 你在Listing的時候 如果這個包包以前是在平台上面已經有被交易過了 他們也會有一些數據可以跟你講說 建議你賣多少錢 然後你就可以參考 差點忘記講 就是Listing它是免費的 只有它賣出去之後才會有那個Seller's Fee 所以大家如果有家裡沒有需要的包包 其實我覺得不妨都可以放上去看看 如果大家對我這三個寶貝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上去看看其他的二手精品的話 都可以上去看一下 因為真的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Vestia Collective上面購物的話 使用我的折扣碼VCX CINDY 你就可以在首單5000塊以下的精品打 多少折來的 10%OFF 那我會把下載的連結跟我頁連結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看著他們有種 我現在好糾結 我到底要不要賣他們 Hi guys 很Render的跳出來跟大家講 我把我的東西放在VC上面已經一天左右吧 我沒有預想到就是其中我Acme Studios那個包包反應這麼熱烈 一天裡面就已經有12345 有五個到六個人來問 希望能夠順利的賣出包包 幫他們找一個新的家 那今天因為講到手袋嘛 所以我想要很快的來做一個mini review 最近真的被問到翻過去的兩個包包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小中品牌叫做Joy Grayson 這是他們的Ciarra Shoulder Bag 那顏色是 Off-White 這個包包的售價大概是2300塊港幣 我自己是透過韓國代購買的 我有點忘記那個時候是買了多少錢 可能就是在3000以內這樣子 我之所以會買這個包 是因為之前有一部韓劇叫I grew it just man 然後裡面的女主角韓勝希 她就是那個時候就代言了這個品牌 然後她在劇裡面也背了很多款 然後我就是有被燒到 那這個包包呢首先她的皮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出來她是一個非常軟的皮 所以好處就是你可以塞很多東西 那壞處就是她的皮很容易變形 或是上面這個皺紋 其實用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蠻明顯的 她的背帶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我有試過把它當作一下包 或者是我現在主要拿來當作 就是側背包來使用 不過要小小注意的是 因為她這個扣子 我自己覺得不是那麼順 所以每次要調整長度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大工程 我就prefer她就是在一個長度這樣子 她是簡約中帶有一點設計感 背起來的時候她會有一種垂墜的感覺 以及她邊邊這邊做的特別長一點 就是增加一點她的設計感吧 那我自己用了幾個月下來 我覺得她的皮息是算是好保養的啦 就你不用花太多的精神去去呵護她 她就可以自己保持在一個蠻乾淨蠻整潔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她的容量 先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她就是這樣子 完全沒有什麼隔間 就是一個打的洞給你裝東西 首先是這樣子短的錢包 卡夾 手機 我的是iPhone 13 Pro 補妝的粉餅 護手霜 旅行妝的香水 好 面紙 書籽 Mint 鑰匙 有些人出門可能會帶這樣子一個小的化妝袋 這樣子放進去 其實 綽綽有餘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擺太多東西啦 因為雖然她的自重沒有到很重 可是你太容易擺太多的話 就是你背起來也會有點辛苦 另外一個小小缺點就是 因為她的這個比較寬 東西擺一擺之後 她的那個形狀就變成像這樣子半月形 所以你背起來的時候 你單手要把拉鍊從這裡拉到這裡 是會有一點難度的 這個是我自己用了幾個月下來 我是真的很喜歡 是會推薦給身邊朋友的一個包 再下一個也是最近出廠率非常之高 然後也真的很多人在問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小眾品牌 叫做 Pauline 他們家最近有一款包 也有出現在Emily in Paris 這個包的名字呢 我嘗試一下 因為它是法文 是Numeral Nano 然後顏色是Camel 這個是品牌寄給我的公關品 然後她沒有付錢說 欸你要講她好或是怎麼樣 沒有這純粹是我自己的使用體驗 我那時候會挑這一款 是因為我很喜歡她這個棕色 配上一點白色外縫的設計 我覺得看起來就很有質感 包包開口是這樣子打開 然後就可以直接翻開 這邊有兩個扣子 就是是你裡面的東西多刮 你可以選擇扣起來或是打開 它一樣裡面非常的單純 就是一個open space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隔間 然後它的背後也是有一個小pocket 首先這個包包就是簡單一體成型 但是又有一點設計感 然後它的背帶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這個包包在我164公分的身高來說 其實鞋背是剛剛好的 再來一個好處是它非常的好搭配 你搭白色、米色、棕色、黑色 其實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搭不了的衣服啦 這個包包大家可以在他們的官網上面直接買 剛剛這個Joy Grayson的只有韓文頁面 非常之難使用 但是這個有英文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 那它的售價大概是應該340塊美金 也就是來2650塊港幣 我覺得以它的做工皮質跟實用性來說 這個價格其實蠻合理的 那我們現在先測試一下它的容量 我先試試看好了 一個短頰、粉餅、鑰匙、面紙 這個的話我覺得化妝包有點太勉強了 我會建議單獨把口紅跟這個小支的香水丟進去 可能再丟個AirPod就差不多了 它的缺點就是我覺得它這個扣子沒有那麼的好用 一樣是你要找到一個對的角度才可以扣的上去 然後裡面如果東西裝太多的話也會比較難扣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全皮的 所以它的自重是稍微我覺得偏重的 所以你如果裝太多東西的話 我覺得背在身上是還蠻有感覺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然後另外它有一個小小的優點 就是它的底部有4個這個錨釘 所以你如果把包包放在地板上或是桌上 其實它不太會去刮花你底部的這個皮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這兩個小眾包包 就是希望給對這兩個包包有興趣的朋友 一點小小的overview 然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習慣啦 需求再去選擇要不要買這樣子 我家來了新客人 是新客人嗎 這次搬家他幫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提完話這個人呢就是我買包的Ride or Die 我每次要去買包我都已經找他 我找Crystal 我們去逛了非常非常多間 逛了很多次 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有包拿走 但是 但Vanessa說真的是我就是買包的入門的推手 好像是 是 好的 這可能是那個快轉的時間 是不是 我隨便 我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其實你已經算是最常來我家的人 因為我家太遠了 都沒有人要來找不遠 喔 好看 台灣的咖啡豆 那你看今天的奶泡很順欸 有啦 有啦 胖胖的愛心 喝嗎 好喝 很滑 對嗎 對呀 我的下一步就是來把我剛剛斷捨離完的衣服 把它給裝袋 我在看床墊 哈哈 小心 小心 欸 我剛剛出去 去把那個衣服給捐掉了 然後希望過幾天之後可以有好消息 我會把折扣碼跟相關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反正逛一逛也不用錢嘛是不是 大概是這樣子 親愛的Vanessa 我們要出來說掰掰 喔 掰掰 大家買包快樂 加油買多一些包 我也一起買多一些包 她才是真正的買包狂摩 她很多包 我很久沒有買包啦 那大概可能一個月吧 哈哈哈哈 掰掰